这是一段曾被禁播30多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1972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有些人能在这段影像资料中 看到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 也有人能在这段影像中 看到那个曾经的自己 今天就带大家 随着导演安东尼奥尼的镜头 回到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 这里是南京古城 迎面走来的是那时的少先队员 飘扬的红领巾朝气蓬勃 这些稚嫩的面孔 高声齐唱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就是那时祖国的花朵 女孩子扎着两个大大的麻花辫 看起来乖巧无比 这是南京城内的诊所 这里治病的方法 就是把火罐和针灸 导演安东尼奥尼对此十分感兴趣 在他眼中 中医是十分神奇的存在 这些是诊所里种植的中药 什么疑难杂症 都能用这些名贵的药材解决 这是南京城边上的茶水摊 一分钟就能来上整整一大杯 为过路人提神解渴 这是南京长江大桥 全长4589米 是中国人民用八年的时间 一点点建造而成的 跨度这么大的桥梁 让安东尼奥尼赞叹不已 在他眼中 想要修建一条如此宏伟的钢铁桥梁 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民就是用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将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这是当时的幼儿园 孩子们在整齐的教室中学习 这是孩子午休的小床铺 看起来可爱极了 这是一节音乐课 孩子们围成一圈 和老师一同歌唱 圆嘟嘟的小脸蛋 让人忍不住想捏一下 这些玩具是孩子们的奖励 哪个孩子在学校表现得好 就会得到老师的奖励 获得一个珍贵的小玩具 孩子们认真上课的神情 看得人心都软了 这里的孩子无忧无虑 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 看到这些画面 忍不住让人想到自己的童年 这两个小姑娘 肯定是班里的舞蹈小能手 跳起来像模像样的 这是一节表演课 六个小男孩 扛着小小的道具红银枪 向大家表演 他们排练好的节目 认真表演的模样 让人忍不住 想为他们拍手叫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校园运动会 学生们整齐画一的排好队形 雄啾啾气昂昂的开始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女混合接力比赛 男孩子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 把手中的接力棒交给对面的女同学 女孩子接棒后 展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竞技状态 速度丝毫不输男孩子 场地旁边的小观众也没闲着 一起为场上拼搏的同学们加油鼓劲 比赛在欢呼声中落下帷幕 这里是上海 高耸的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证明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与众不同 这是当时的公共交通工具电车 动力由车上两根看起来像天线一样的东西提供 这是环卫工的专属坐骑 倒着骑的三轮车 上海作为最早接触先进文化的城市 发展状况和内陆城市截然不同 繁荣的街道和临次置笔的高楼 说明这座城市走在了发展的最前眼 上海第一百货商场门前的大街 是整个上海最繁华的路段 这座于1936年开放的商场 见证了上海的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这座商场有八层 营业面积共计21400平方米 上海市民的生活所需都能在这座楼里买到 那时人们的脚步不像现在一样匆忙 人们没有生活压力 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国家管控 为了让人们能花很少的钱买上好东西 国家在70年代将虚高的物价全部降低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物美价廉来形容 虽然那时工资低 但是物价更低 每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之后 还能有剩余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 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 上海都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在上海随处可见的二八大杠 可不是谁想拥有就能拥有的 当年名牌二八大杠的价格都要将近200元 这个价格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有人辛苦一年都买不起 由此可见 上海人民的工资和生活 还是远超很多内陆城市的 这是望智路108号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 1921年7月23日到7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 看到这里 就想到当年先辈们为了探索救国之法 在这里宣示的模样 这里保留了当年的样貌 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间屋子开会 这个简易的乒乓球台 承载了孩子最美好的童年 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 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旧址 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 人们就生活在这里 奋力抵抗入侵国家的豺狼 这里记录了中华人民最艰难的时光 这些住宅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毁坏塌 但是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这段不堪的历史 破败不堪的环境从侧面印证了 每一个中华人民的爱国之心 人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艰难反击 一步步将日寇赶出中国的 现在的太平盛世 是每一个先辈用血肉之躯 为我们争取来的 我们永远不敢 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里是上海的御园 这座私人园林建于明朝 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雨 宝经战乱留存至今 是一笔古人留下的极为珍贵的财富 这里的茶馆远近闻名 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是坐无虚席 人们在这里品茶聊天 宜然自得 不管是年过古兮的老人 还是懵懂无知的幼童 都是这里的常客 人们在喧闹的环境中 品尝青涩的茶水 在这里谈古论经 聊家常礼短 这里是育儿里的商业街 路两旁的商铺让人应接不暇 喝完茶来这里逛一逛 看上什么心仪的物件 和馋嘴的吃食就买下来 在这里逛了一整天 也花不了几分钱 天空突然下起 稀稀利利的小雨 早有准备的人 撑着黄色的油纸伞 依旧不慌不忙 拉货的人们戴上备好的帽子 继续工作 街上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一场小雨 让这座城市瞬间变寂静 这里是上海郊区 上海的工厂全部聚集在这片区域 工业化的建筑 看起来让人怀念不已 这是全上海最大的炼钢厂 辛勤的工人 不惧高温的危险 努力工作 高耸的烟囱和工业化的建筑 让这里看起来别有一番风情 这里是黄浦江 江面上满是来往的船只和渡轮 震耳的汽笛声震人心魄 江边的百姓就靠着渔船生活 他们在船上安家 用辛勤的双手争取越来越美好的明天 这片看起来浩瀚无垠的水面 是长江的入海口 起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 流经11个省 最终在这里汇入东海 导演安东尼奥尼用22天的时间 拍摄出了这部纪录片 真实地记录了1972年 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让现在的人们能看到当时的景象 更能反映出新中国发展的迅猛 从1972年至今 不到50年的时间 中国就从之前落后的面貌 变成现在的模样 这一切都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让我们的国家如此强盛 这一切都要感谢中国人情